1997年9月7日,乔治亚州上空,一架造型前卫线条锐利的灰色战机完成了他的首次公开飞行 他的代号是猛禽 地面上欢呼的人群里一群白发苍苍的工程师相拥而起 为了这一刻,他们耗去了整整20年人生 而万里之外,许多曾与他为敌的项目,正随着那个红色帝国的解体悄然落幕 F22猛禽这架人类航空史上最强大的空优战斗机 在一个失去对手的时代登上了他的王座 从诞生那天起,他就注定孤独 他的故事并非一曲胜利的赞歌 而是一段关于绝对力量、惊人代价与历史错位的预言 调动F22的伟大可先感受他的敌人曾带来的恐惧 时间拉回1970年代 对北约的空军指挥官来说 东欧的地图根本不是地理概念 而是一张用雷达波和导弹射程 支撑的能让人窒息的死亡之网 苏联的防空体系IADS 已经进化成了一个真正的怪物 当时五角大楼流传过一份绝密评估报告 得出的结论让所有飞行员几倍发凉 一旦和华约集团打全面战争 北约的空中力量会在17天内给消耗殆尽 你想啊 苏联的防空导弹阵地密得像森林 从S75到最新型的S300 一层跌一层 他们的雷达网络更是24小时不停扫描天空 那时候北约的主力F15英和F16战损就算是顶尖战机 在这张巨网面前也跟冲进火焰的飞蛾没两样 而且越南战争的伤痛还没远去呢 当年北约的S75导弹可是让不可一世的美国空军吃了大亏 他们太清楚了 下一次的对手只会比这强十倍百倍 所以当时的美国空军部长才会说 我们需要一个规则破坏者 不能再跟他们玩同一场游戏了 我们得改变游戏规则 就这么着先进战术战斗机计划ATF应运而生 它的核心要求说起来简单粗暴 甚至有点疯狂 第一要隐身 不是简单降低可见度 是要在雷达上消失 等能孤身穿过世界上最严密的防空网 跟走自家院子似的 第二要超音速巡航 不用开那种油耗特别厉害的家里燃烧室 就能一直保持超音速飞行 这意味着它能快进快出战场 不管是机动性还是战术灵活性 都得是顶尖的 第三要传感器融合 飞行员不是数据处理员 战场信息得先整合提纯 用最直观的方式给飞行员看 让他在电光火石的瞬间 就能做出最优决策 这根本不是一次简单的升级 是彻底的革命 当时洛克希德和诺斯罗普两大团队 都投进了这场豪赌 最后呢 洛克希德那个充满科幻感的 YF22方案 赢了诺斯罗普更像飞行翼的YF23 拿下了这场世纪订单 F22 这只本来为了撕裂苏联天空而生的猛兽 终于露出了它的獠牙 F22的强大不是靠某一项单一技术 而是它第一次把好几项跨时代的技术 完美融合到一起 还给了它杀戮艺术的灵魂 接下来咱们就拆解开 看看它的三大神迹到底有多厉害 先来说第一个隐身 F22的隐身 那是全方位的工程学奇迹 首先看外形 它每一个棱角 每一条折线 都是经过精密计算的 目的就是把雷达波导向特定方向 而不是反射回雷达源 机身 机翼 尾翼的边缘 还特意做的相互平行 这就是它独特的平行原理设计 再看材料 整个机身大面积盖着新一代的雷达锡波材料 RAM 就像一层神秘涂料 能把照过来的雷达波能量转化成热量散掉 还有那些细节 比如S型的近七道 巧妙的把巨大的发动机叶片挡得严严实实 要知道 发动机叶片可是巨大的雷达反射源 还有扁平的二维矢量喷口 不光能减少红外特征 还大大降低了雷达反射面积 那最终成果是什么 F2的正面雷达反射面积 只相当于一颗弹珠 在敌方雷达屏幕上 它根本不是战斗机大小的目标 而是一个适应实现 难追踪 甚至被滤波算法直接当成杂波 或者飞鸟忽略掉的优理 等于直接让对手最依赖的眼睛彻底失明了 再讲第二个神迹 超音速巡航 这项能力说夸张点就是犯规级别的 咱们先说说传统战机 想超音速飞行 必须开加力燃烧室 就是往发动机尾部喷燃料再烧一次 这就跟跑车一直开着氮气加速似的 燃油耗的飞快 航程一下就减下来了 还会留下特别明显的红外危机 但F22不一样 它装的两台普拉特惠特尼F119PW100涡扇发动机 光靠干推力 也就是不开加力 就能推着战机以超过1.5马赫的速度持续飞 这意味着什么 首先是战术优势 它能高速冲到作战位置 发射完导弹又能快速撤离 敌方可能都来不及反应 然后就是能量优势 空战里速度就是能量 能量就是生命啊 持续高速能让它一直掌握攻击的主动权 还有航程优势 它可以用亚音速飞到战区 超音速完成猎杀 再亚音速返回 作战半径完全够用 最后第三个神技 传感器融合 如果说隐身和超巡是毛雨顿 那传感器融合就是给F22装上战场上帝视角的大脑 以前的战机飞行员 其实是信息的奴隶 它在同时盯着雷达屏幕 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 电子站警告装置 还得看数据链信息 听通信频道 信息一多就容易乱 这在空战里是致命的 但FR22不同 它的ANAGP-77有源相控制雷达 ALR-94电子站系统 还有其他各种传感器 会把收集到的海量信息 全汇到中央处理器里 计算机自己会对比筛选 识别排序 最后在飞行员的广角平式显示器 和两个多功能显示器上 呈现出一个简洁 直观完整的战争态势图 敌机在哪 有机在哪 防空威胁在哪 该先打哪个 一目了然 飞行员不用再花精力处理信息 只需要专注决策就行 有位试飞员就感慨过 驾驶FR22的感觉 就像从道士命令航时代 一步跳进了图形界面的Windows95 这就是代差级别的碾压 也正是这三大技术的完美融合 定义了第五代战斗机的标准 后来的F35 歼20 苏57都绕不开这个标杆 不过极致性能的代价就是极致的成本 咱们先说说黄金座的猛琴这个说法怎么来的 FR22的研发过程那真是烧钱 整个项目研发成本高达670亿美元 大家可能对这个数字没概念 这么说吧 这笔钱在当时足够造三支完整的 尼米兹航母战斗群 而且是连航母 舰载机 护航舰艇都算上的内容 再看单机造价 一路涨到了惊人的1.5亿美元 这还没算研发成本分摊呢 要是把研发成本算进去 每架FR22的成本得超过3.3亿美元 说它比同等重量的黄金还贵 真不是夸张 更让人唏嘘的是时代的眼泪 从计划的750架硬生生砍到了187架 最开始美国空军的野心特别大 打算订750架FR22 把F15机队全部换掉 在欧洲上空建一道猛禽之枪 确保未来50年的绝对制空权 可谁能想到历史开了个残酷的玩笑 就在FR22首飞前几年 它的假想敌苏联解体了 冷战就这么结束了 一夜之间 国会山的态度全变了 没了头号敌人 这笔史上最昂贵的军购案 就成了财政官员和政客眼里最肥的预算猪肉 他们会问 敌人都没了 为啥还要造750架世界上最贵的战斗机 这钱不如用来减税 投民生 虽然空军一直在距离力争 说技术代差很重要 潜在威胁也还在 但在和平红利的大背景下 这些争论都显得特别苍白 最后FR22的生产线在2011年被强行关闭 最终的数量定格在187架 这里边还包括8架测试机 FR22正式服役是在2005年 这架世界最强的战斗机终于等来了他的战场 可他等来的是阿富汗的群山 是伊拉克的沙漠 他的敌人是躲在洞穴里开着皮卡的恐怖分子 有人说让FR22去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 或者轰炸恐怖分子营地 是军事史上最严重的人才错配之一 这话太形象了 就好比用瑞士钟表将精密的工具去砸核桃 用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去拍苍蝇 他的隐身能力没用啊 敌人根本就没有雷达 他的超音速巡航也没用啊 目标就在那慢慢挪 他的超视距空战能力更没用 天上连一架敌机都没有 飞行员们自己都自嘲 说他们成了全世界最昂贵的快递员 驾驶着1.5亿美元的飞机 就为了投一枚价值2.5万美元的精确制导炸弹 这种任务 一架改装过的捕食者无人机 或者一架A10油猪攻击机都能做得更好 而且成本低得多 所以在F22服役的大部分时间里 他最主要的任务 要么是在北美防空识别区巡逻 要么是在叙利亚这种热点地区 搞展示存在的威慑性飞行 他一次次完美的起飞 巡航降落 就像一头被圈养的雄狮 每天在笼子里踱步 从来没机会发出那识破天惊的一吼 或许他强大的电磁信号收集能力 在溃探叙利亚的俄制S400防空系统时 派上过用场 但跟他本来猎杀苍穹的使命比起来 这点作用实在是微不足道 这真是一种深刻的讽刺 他握着毁灭性的力量 却活在一个不需要他展示力量的时代 他是空中的宙斯 却只能天天扔些无关痛痒的闪电 虽然F22生不逢时 但他留下的遗产却无比深远 他的德语师到现在还让人深思 先说说技术遗产 他直接定义了未来 F22就像一所飞行实验室 他验证过的所有技术 都成了五代机的圣经 他的隐身设计 给F35和B21突袭者轰炸机铺了路 他的F119发动机技术 是F35发动机的基础 他的传感融合理念 现在已经成了现代战机的座舱标准 可以说没有F22就没有全球今天的五代机时代 是他强行把世界控战拉进了隐身时代 再看战略遗产 这更像一个昂贵的教训 F22也留下了一个沉重的战略问号 首先是技术壁垒的问题 他太先进了 以至于美国专门通过奥巴马麦考尔法案 明确禁止他对外出口 就怕技术机密泄露 可这样一来 他就没法像F35那样 靠联盟体系摊保成本 然后是数量困境 187架的数量 真要是遇上大国对抗 根本不够用 他没法同时覆盖全球的热点区域 最后就成了有质量 没数量的尴尬局面 还有路径依赖的问题 他的成功是不是让美国太迷信技术代差了 以至于忽略了对手的非对称战法 还有快速追赶的能力 等到对手的隐身战机开始批量服役 F22的数量短板一下就被放大了 所以到现在也没人能说清 F22到底是冷战的巅峰绝唱 还是后冷战时代第一个战争误判的牺牲品 或许两者都是 F22的故事 就是一曲写给工业时代终极武力的晚歌 它代表了人类对技术完美主义的极致追求 也见证了地缘政治格局的戏剧性变化 现在我想把问题交给屏幕前的你 要是美国当年真造满了750架F22 今天的全球战略格局会不一样吗 后来的挑战者 还会有机会发展自己的高端战机吗 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 我们讨论一下 喜欢这期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 下一集 咱们来深入剖析F35闪电的争议与野心 我是Ring 下期见